Hello,大家好,我是任意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又是讲到关于华为 那我知道可能你们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其他的牌子 但是华为还是有很多进来的新消息可以分享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来带你们看一下这个EMUI12 到底有多厉害 然后会给我们带来有哪些好处 所以 好,那现在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用户界面 这个是华为Mate 20 Pro OK,这个电话是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将近有四年了 所以它还是依然的很好 那我之前的视频也是有讲到 所以首先呢,它有什么大改变就是那个用户界面 那用户界面呢,以前我们看信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可以直接滑下来嘛 所以不像以前你滑下来的时候,它还有一些设定在上面,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选 但是它现在把它变成你可以滑两边下来就是 这边还有这边,两边一起这样滑下来 左边滑下来呢,它是显示你的信息 那这个很直接,对吗 但是如果你要设定那些 东西的话 以这个方式 左边滑下来是不可以设定的 然后你必须 滑右边下来 所以右边滑下来的话,就可以设定这些WiFi 蓝牙,还有等等这些 东西 都可以这样子设置 可是呢,你会觉得 如果你要看信息,你就要滑这边 然后你又要滑回去,才可以 这样子滑下来 但是就因为它有这个小小的变动 所以才不会觉得这么麻烦 就是 你可以从上边这边,时间这边 直接滑左 或滑右 所以通过这样子滑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 要关了,然后才 滑这边 然后关了,又再滑 另外一边 这样子 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你直接通过上方这边 滑左 滑右 就可以改善你的那个显示界面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它这个设定 那这个设定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 有一些特别的那些feature,你还可以使用 那第一个feature呢 你可以去到accessibility feature这边 然后 有一个叫做senior mode 那这个senior mode的东西呢,就是 给于老人啊 他们使用,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一开启的话 你的电话的那些字全部都会变到很大 那这个feature以前是没有的,但现在它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要给老人用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开启,然后导人就可以使用 然后东西全部都变到很大 所以看字也比较方便 他们也是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 当然这个 电话 使用一定是很好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那个setting的主页 那setting的主页呢,如果你滑到最下面 这边的话,然后system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东西就是developer option 这个developer option呢,其实以前是不能 给你 点击进去的 那现在他有这个developer option,所以这个developer option就是让你可以调节 一些特别的东西 就是很像programmer在做一个电话,然后他们可以自己设置这个电话要怎么做 要怎么设置,然后给予这个人的用户 的 体验 这个developer option,你按进去的话 它会有 很多这些东西 那如果 我们 不懂这些东西的话,最好是不要按进去,因为如果你按进去的话 它会导致到你的电话有很多问题的 尤其是你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 我个人也没有这么 高的经验去调这些东西,所以我也不调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跟你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以前我们是不能调这个东西的 只有拿到电话电去 然后他们才可以帮你调节这些东西 那 有什么东西你是可以调节的 就例如很像 show touches 这个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 你可以开启 就是 如果你关起的话 一般我们点东西是没有一个东西跑出来 但是如果你按这个show touches的话 你点击这边 他就 他就会看出你 你其实就点击的那个部位 看到吗 看到一个小点吗 对 所以那个小点的就告诉你 你 其实就点击了一个地方了,点击了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像这些小小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一般通常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developer option呢 你可以自己调节 然后 改善你的 使用这个电话的体验 那经过这个EMUI的 系统更新过后 他现在的这些 原装的这些软件呢 他会有一些不同 那 有什么大不同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钟 OK 时钟 是他的原装软件嘛 对 那我们按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闹钟呢 你会感觉到他有一点很像3D的感觉 就不是很像一个很假的东西在那边 那他是比较真实一点 他没有那个边框的 看到吗 他已经没有边框了 所以不止这个闹钟也是这样 他其他的那些 原装软件也是这样 所以好像指南针也是 Compose 所以你按进去Compose的话 你会看到 他也是没有那种边框 所以就 感觉很像你在 用3D来看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的改善就是 其实 坦白讲就是给我们用户者 看了比较舒服一点 也 没什么特别啦 但是 个人使用体验 他真的是 稍微让我们 开心一点啦 因为有新的东西嘛 对吧 那下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文件夹的放大功能 所以现在看到我电话里面有闲鱼 还有淘宝 只要把这两个文件放在一起的话 以前我们的文件夹都是这么小的嘛对吗 但是现在呢 他的新的更新呢 可以让我们 放大他 所以这个enlash呢 你一放大过后 你的文件夹就变得这么大 比起以前 他是这么小 现在这么大 所以 看了会比较舒服一点 我觉得这个更新是不错的 然后讲到那个区立的感觉 就是跟我说的这些 闹钟 通通都有这些区立的感觉嘛 对不对 他没有边框了 所以那个概念呢 其实不止在那一边 他也在这一个文件 这一边 所以就是当我们以前开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文件夹会有那些边框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文件夹呢 他是没有任何边框的 所以就 比较 干净一点 我就觉得 那其实我也是要讲到这个文件夹放大的功能 那如果你有使用任何的华为的 MacPad的话 这个放大的功能 其实早就有了 所以 只是这个新的这个电话 EMUI 12的更新 他才把它搬进来 这个新的更新 不然的话 这个新的更新 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平板电脑已经是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好那现在我接下来讲一下他的这个拍照 储存的大小 这里我会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拍的照片 还有现在我拍的照片的大小 OK 现在我们拍的照片的大小呢 已经 缩小了一点点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更改 因为你不用怕你的电话的那个储存空间 不够 所以他就可以给你继续拍更多的照片 这样子 好那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拍这张照片 他的文件大小是多大呢 OK 现在我按 OK我已经拍了 那我开启这个照片 那右上角这边我们按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这个照片大小呢是2.39MB 好那这个 是我还没有更新的时候 拍的那个照片就是 在数据里面拍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照片大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大小呢是3.64MB 看到吗 3.64MB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更新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他真的是给我们 啊 有更多的空间去储存我们这些照片 那讲了这个照片文件缩小的功能后 我也要讲到这个 这个always on display的显示的特别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我给你们看一下比较好就是你去按这个分享 你按share OK你按share了过后然后你 看到这个黑色的吗 这个黑色的叫做always on display 那如果你找到这个 这个东西的后你按进去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就是 当你关电话的时候 你的电话还是会一直 显示这个时间吗对不对 那显示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选择放一个照片在里面 所以给予这样的功能的话 就算你关起你的电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那个 你的群里照片呢 还是你喜欢的那些车的照片都可以放上去 所以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我放上去为什么 是怎样的 所以他可以给你选择你的layout要怎样放 那我如果放这个的话我按apply OK然后我关机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特别的东西来就是 你关机后 他还是会一直显示出这个照片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分享这个最后的这个更新 那最后这个更新的是这个divide plus 其实这个divide plus呢那其实不是很新的东西 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可以连接我们的其他的那些华为的电子产品 像平板或者是华为的显示器这样子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multi collaboration来连接 所以在电话上其实这个divide plus它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告诉你 你的电话现在目前有连接多少个华为的电子产品而已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连接你的华为电子产品的话 你只要通过你的电话 滑下来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出现这个divide plus 这个divide plus 其实我已经早期已经连接了 因为华为MacPad11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华为MacPad11 等一下 那他就会出现 这边 然后他会直接连接了 然后你就不需要 但一些东西然后才连接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使用了 所以这个东西他把它变成 更方便一点 所以有了这个divide plus呢 他会把你的这个 连接方式变得更容易一些 所以 比起以前的话 你如果连接的话 他还会有一个东西 来说 aloud还是deny 接受或者是不接受 才可以连接 而现在的话你按你可以直接连接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错的 因为他把它变得更快一点 那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EMUI系统更新过后呢 他现在如果你看YouTube还是看任何的东西呢 你都可以直接放大整个screen 不像以前的话 他是不可以放大的 OK 所以这个更新呢 他可以现在把我们的那些应用程序 放大整个screen 不像以前呢 你的这个 连接方式呢 他是不可以把你的软件 放大的 他只可以给予你这个 屏幕大小来这样子观看你的电话的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去看YouTube 然后我看YouTube 我按这个歌曲 平时听 然后我可以把它直接放大 放大 然后我可以放大 我可以直接这样子观看 不像以前的话 你是不可以放大的 所以这个放大的功能呢 不只在于YouTube 你可以去你的那些 文件啊 好像 如果很像这个软件的话 就是WordDocument 你也可以也要放大 像我这个稿 我可以按了 然后我可以直接放大 所以我放大过后 我去看这些东西咯 然后你在做文件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的平板 以及你的电话 做 所以有一个平板后 你是可以直接用你的电话 连接这个 然后这样子来 做你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 呃 不错 看到吗 那在这个 播放这个视频 我要讲到 当你还没放大的时候 你是有这些按钮在下面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一放大过后呢 一放大过后呢 那些回键 还有主页 那些 按钮全部已经是不见了 所以 要怎样操作这个 回去按钮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平板 设定的 方式来使用 所以很像回去的话 我可以滑旁边 然后回去 看到吗 OK OK回去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 你平板 怎么使用的方式 去 使用这个界面 OK 好那以上就是华为 EMUI12的新更新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又新发现一些东西的话 尽情的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我也会 改善我的视频 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